但是我们俩有一个原则 在《红楼梦》所有的替补 必须从群舞做起 它应该先以群舞的身份加入到我们 了解我们的审美 建立我们共同的工作方式 也通过群舞的排练 去更加深入了解剧情 了解人物关系以后 再慢慢地去发现 它们跟角色的匹配度 然后我们就早上排群舞 然后下午去学主角的动作 因为不知道 吵到什么时候就要看 然后觉得他看了 就一定要做好准备 如果他这次看了不行 就肯定不会再给机会了 一直在练 一直在练 会再给机会的 不会一次就不给机会 但是你也得 对 就是很紧张 就是他如果这次看了 我一定想不说百分之百 我起码得做到百分之九十 给他看那种 如果一下一下做到百分之六十 你就不用他来说 你自己就是完蛋了 完蛋了 完蛋了 那种感觉 五 六 七 八 所有的角色站在这的时候 你内心的那份笃定已经有了 你的手还是拎着劲的 你先不要找形态 先找心态 每一个站上了舞台 一定被观众看见的金钗们 一定是盖了我们《红楼梦》的章子 才能上来的 就是我们一定是在下面 已经千锤百炼过了 永远没有A角 B角 C角之分 一旦的远飞 前半段的那个气势 原来不是很擅长的 我把你调成的假元春 但是你也要试着 把你的表演的落变性 和丰富性的调整成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